先稍作休息 待会儿来说说欧水准的会考成绩在上个星期放榜了 教育部不再公布全国状元榜 而中学也已经不再按学生会考的成绩划分等级 学府现在是否能够更好的英才师教 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教育呢 稍后一起诚试大家说 早安您好 回到节目继续来进行的是我们的城市大家说 上个星期欧水准的成绩放榜 那么今年和以往不同的是 教育部已经不再公布全国状元榜 而中学也不会再按学生会考的成绩来划分等级了 当然这么做目的是要给予学生 还有这个学校更多的空间提供更全面的教育 是但是我们不是说成绩不重要 不过现在说不可以作为唯一的教育指标 是的那么下来的这个访问 这位同学在各方面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 为您介绍的是来自洪山中学中四毕业生 那是谢伟峰 早安伟峰 以及伟峰的娃娃李舒禅 你好 还有萧贤逸 那是伟峰的吉人老师 早安萧老师 欢迎三位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大主角呢 就是伟峰啦 恭喜你 恭喜恭喜 开心吗 这个六个A1一个A2的成绩 我首先感到很意外 意外为什么呢 我在学校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出色的 而特别是我的英文 也没想到会考到这样的成绩 所以总和来说我的成绩是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向来其实在学校成绩是中等啦 不是说像这一次考核那么好的成绩 对其实伟峰从小学来到中学的时候 他的那个分数是算偏低的 然后他在中一中二的时候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然后到了中三中四他的成绩就渐渐的进步了 通常像这样子的同学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就一定要问问你读书的秘诀了 我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 尤其爸爸妈妈们会想要知道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家里的小朋友 最重要就是要先首先要了解你在读什么 然后了解后你就要多做 强的课目要快点温习完 然后再放多一点时间在你弱的课目上 所谓的要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意思是不是说要有一个很全篇的概念 就是要了解就是要了解自己要做什么 不能死读 这一点很重要 不能够死读书 但是有一些东西一些死费 比如说数学的这个方程式 对不对老师 其实现在欧水准还好 因为数学的最重要的方程式是有给学生的 就是考卷的第一面会给学生那些很重要的方程式 然后学生其实也是要了解数学是怎么去做的 也真的不能死费 现在还是像我们以前一样是分AE对不对 A跟EMAP 还是有 我脖子也在脚不一样 以前我们的经验是虽然EMAP比较难 可是A比较有办法去预测会出什么类型的题目 E反而没有办法 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一样 你是在鼓励你要去抓题目来考吗 可以 我给你讲可以是有用因为不是死费 你只要理解同样那几个概念的话是同的 可是因为我 问一下舞太太吧 舞太太早安 早 你好 早安你好 你说 我想要请问这小孩子就算只能讲他的秘方 秘方啊 因为我的小孩今年刚刚上中医 他跟他一样他的英文也是很难搞 小六才搞很久才可以把他提上去 可是看他读到很辛苦 然后我要问他这小男生 他是男孩 我儿子也是男孩 我要问他为什么小男孩这么喜欢玩电子游戏 好啦不要害羞啦 抬头起来跟舞太太打个招呼 舞太太好 好他要知道那个英文啊 你怎么打好你的成绩呢 英文啊 我英文最重要就是要学多一点生字 词汇 用背的可以吗 背多一点生字哦 然后呢 我也背过了后来还是很惨 是啊 我就大概是这样 老师给的功课我也做 做文多练习就这样 最重要是老师给的功课你要一直做 定时做 你怎么去记这些词汇啊 就是有些是啦 因为我学校是有 每天给一个英文字给我们抄下来背 然后靠近会考的时期 我自己也有上网找一些字来 那些比较常用的字 会不会上网上一上就开始 偷偷开始打电子游戏了 对啊 舞太太问了 为什么男孩总是喜欢打电子游戏 妈妈点头了 不然她来问妈妈吧 我们妈妈 怎么样 孩子喜欢打电子游戏吗 他有 他也会打 上网还没上 但是我跟他讲说 不可以这样一直整天坐在那边 会变成宅男 宅男 会出去 要出去 可是他是学生军团的代表 对啊 我怕他变成宅男 不可以是这么 有时要出去 跟朋友 聚会 比较活动一点 你这个年龄要活动 不会整天躲在家里 妈妈反而鼓励他 多跟朋友出去玩 对 不可以整天躲在家 我怕他变成宅男 要去交流吗 交一点 是吗 对 知道外面的情况 怎样的 社会是变成怎么样 多跟其他人交流 对 对 可是这个要搞清楚 要玩要玩什么 要去哪里做什么样的活动 对 他自己很致力 他会懂 他会懂 他很致力 同学 大概同学之间 如果出去什么样的活动 是妈妈觉得可以很健康的 对 烤肉这些 烤肉OK啦 有很久没有烤肉会这种东西了 对 大家不会出去看戏吧 对不对 有啊 都有 都有 还有烤肉会 因为我们学校每年有抽一天出来 让每个班级跟接任老师一起出去 交流 交流 然后有些学生会去沙滩 就可以烤肉 然后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去游览那些 National Education的一些地点 请问一下 现在贵校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流动性课程 还有创意思维课程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们在尾峰中三的时候 就是刚刚开始我们的思维习惯的教学 就是让学生 学生比较可以有思考能力 然后也会有 就是增加他们的合作精神 怎么去训练 因为思维习惯有 总共有16个习惯 所以我们学校选了4个习惯让学生去学习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 然后有教他们怎么去如何聆听 然后到最后他们中4的时候就教 就教他们怎么的去注意 不要在考试中犯错 就是要 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 对 培养这方面的思维 对 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在的例子 比如说控制情绪来讲的话 那这方面呢 校方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教导 就是在控制情绪方面 我们有就有教导学生 然后他们有一个作业 然后他们在填写那个作业的时候 就会比较了解自己 然后也有跟他们说 可能当你遇到问题不会做 还是会冲动的时候 应该静下来去思考 再做个反应 是 好 线上有位何女士早安 你好 请说 你好 我想请问 因为我的儿子今年中医了 他的科学一路来都不很好 我想请问这个小弟弟 怎样准备科学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房女士在现场 早安 早安 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这位妈妈 好像 就是说 好像当孩子在考试诊诊的时候 如果他在压力的时候 他会不会好像 会不会知道的怎么处理他的情绪 然后好像 他要如何兼顾读书跟 好像有时玩电脑有迹 好 明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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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问伟峰把来 现在大家都要向你学习了 你怎样去准备你的科学的这个项目 科学这一科 就是看你是哪个科学 好 你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是 质量的科学 质量那一面 我会 质量就是多做 跟数学 跟数学没有差多少 就这样 然后 气质量就是要了解 这个了解就很重要 那你不了解的时候怎么办呢 不了解当然就要请老师救命 所以不会的时候就要问 就一定要问 科学就是一定要了解 不了解就要老师的帮忙 就追根究竟问到底 对 请问如果当时你 你在当时有没有觉得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会跟妈妈讲吗 一两次吧 偶尔啦 偶尔啦 会讲的 那妈妈怎么帮忙 我跟她讲 尽力啦 尽力啦 不要给她自己 自己太压力 对压力有时候会造反 对不对 反效果 对 所以叫她放轻松 尽力啦 不要给她自己太压力 那就可以了 好像刚才提到说 老师也提到了 在学校也有这种情绪管理课程 对 一种比较全方位的思考模式 也许在直接来讲的话 不见得说会帮助你说 你上完了这个课程 可能就可以拿A 但是我相信对他们的整个讯息的 吸收跟整理来说 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对 因为其实学习也不是只是 成绩上要优越而已 而我们学校也是很注重 学生的品德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品德教育的这个课程 是其实很完整的 好 那么今天呢 这第一段的诚事 大家说呢 非常高兴 邀请了伟峰 伟峰的妈妈 以及这个夏老师呢 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也希望呢 伟峰的这个努力跟成绩 所得到成绩呢 这种故事 能够呢 给观众朋友 一点点的这个启示 希望你的孩子呢 也在 可以在今年呢 比如说考试的成绩呢 就是成绩呢 非常好 是的 那么在待会儿 我们节目当中 要继续的 还会要 要起到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 看他是如何的 在逆境之中 突破自我 努力学习 在欧水转 也大放异彩 继续锁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